副总统赖清德物联网学习之旅 第一站来到桃园 参访研华科技物联网园区 表示研华科技 不管是智慧建筑 智慧城市 智慧物流 智慧医疗 甚至是智慧制造的战情室等技术 都远超过他的想象 出谈会中 研华科技针对台湾智慧医疗 跟工业物联网产业发展 提出两大建言 研华进行物联网 我们认为是未来十年 台湾有可能成为 全球领先的一个可能的产业 所以我今天跟这个副总统 提了两个案子 一个是智慧医疗的特区 另外一个是金属加工的 工业物联网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希望透过政府 还有我们民间 还有研发的法人学校 来让台湾在工业物联网 马上有可能往后做一个跃进 年轻人很很闷 低薪的问题一直都存在 那台湾的总是要 经济升级产业要转型 那我们要转到哪里去 今天董事长提的第一个案子 物领事 未来台湾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如果我们有办法落实 年轻人有办法留在台湾 他才有可能解决低薪的问题 研发表示将全力支持 阳明交通两所大学 在桃园机场捷运A19站 规划的智慧医疗特区 并将医疗AI 远距医疗等纳入研究范围 另一个台湾未来十分可能成功的产业 工业物联网 未来如果政府促成 也将整合物联网平台的标准化 及共享机制落地验证等 工业物联网的产业联盟 金属制造产域 宽包产域 公共设施产域 我想我相信如果一个做的成 其他应该可以 就是跟进 那我相信就有机会 帮助到中央企业 赖清德也提到 未来在国家的生存发展上 烟花科技可能要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 他也云诺会邀请政府 地方相关部会 喝咖啡商讨具体的做法 新唐亚特电视胡书霞张连杰 台湾桃园报导